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我是這個時段的分享者 第一次在這樣子的場合 然後用這樣的方式分享 所以現在不是小緊張 是超級緊張 這一次想要帶來分享的主題就是 我想以我自己的團隊 還有我開發的遊戲為案例 然後去聊一聊遊戲開發的 大失敗與在一起 會帶到幾個面向 主要會是從 市場定位、停損 然後團隊管理等方面 聊氣 我們就直接進入這次的主題 OK 先簡單的介紹一下我自己 就是 我其實離遊戲這個產業的 距離其實蠻遙遠的 因為我一開始並不是在相關科系 包括可能多媒體 或是城市的 系所畢業的 對 這是我之前經歷過的一些開發案的簡歷 比較有趣的是 其實我一開始做的是MMO 然後是在一個比較大的公司 之後自己跳出來 從事獨立開發的部分 跟其他獨立開發者比較不一樣的是 就是 我曾經成立過一個團隊 然後開發一些作品 然後整個把它搞砸了 所以有一段大失敗之後 我脫離這個圈子 那才又回來重新從事遊戲開發這件事情 所以我到底幹了些什麼事情呢 就是 我想所有從事開發 或是對遊戲開發有興趣的人 一開始一定是滿頭熱血 所以 從離開大公司的時候 我就想說 好太好了 我要拯救台灣IP 50年的斷層 所以 組了一個團隊 然後就是 好太好了 我們可以來開發遊戲了 那當然事情 沒有那麼美好 就是 最後呢 也前前後後開發了三款遊戲 但是因為經營不善的關係 所以 團隊在 八年前整個收掉 那 畢竟 開發遊戲跟經營團隊 也是有一些成本跟支出的 那就 最後就面移在 我可能IP賣出啊 公司清算 那剩下的債務 就變成我自己的債務了 那 後續呢 其實我花了大概七年的時間 就是 各種打工啊 然後各種練功 然後學習 那 畢竟還是有個開發遊戲的夢想 所以 到之後呢 就是也經歷了一段時間之後 才回來 就是遊戲開發圈這邊 那 中間就是 嗯 最後我終於我償還了這些債務 然後把我的IP數了回來 又湊齊了前期的開發資金之後 重新回來這個遊戲圈 對 然後 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胖了十幾公斤 對 這是 某種等價交換嘛 對 那 簡單來說就是 嗯 我又把事情搞砸了 對 那 這一切的原因跟這一切 會想來這邊跟大家分享的 重點在這邊 就是 嗯 我曾經 把事情做得很大 但是我把事情搞砸了 那中間呢 就是也自己有一些反省 然後跟一些學習 之後 然後 重新回來獨立開發圈 那 也希望透過我自己的經驗 那 有成功有失敗的 那 針對幾個 呃 獨立開發團隊或是個人開發者 可能會碰到的幾個核心跟關鍵問題 那 做一些分享跟討論 然後 不免數的要共上一下我們目前的遊戲 對 那 旁邊這張圖是我目前正在 我們團隊正在開發的遊戲 那是一款戰棋遊戲 那就稍微賽一下給大家看 那 呃 今天的分享呢 因為只有30分鐘 所以我的 內容的比例其實我自己有做一些調整 那主要就是先從 呃 開發遊戲第一位碰到的問題就是 欸 你的市場定位跟 遊戲開發的立項開始 那 再講到一個 對我自己來說是一個比較慘痛 但是 呃 也有一些收穫的經驗就是 你如何去處理你的 的停損跟資源控管的問題 因為 我相信大部分的開發者的時間跟金錢 都是有限的啦 那 那如果你有無限的時間跟金錢的話 你可以跳過這一趴 對 那 第三個部分呢 會針對團隊管理跟自我定位的一些事情 來做一些分享 那 這一趴會比較是針對 呃 團隊管理者 來講的 對 那最後就是 欸 當我經歷了這麼多事情之後 呃 我又跳回 遊戲開發宣 那從事遊戲開發的工作 那我是怎麼看待遊戲開發這件事情 OK 那我們就直接進第一個部分吧 對 那 既然要講市場定位 我們就來稍微聊聊 就是 欸我對市場的想法跟 呃 的設定是怎麼樣子 那 副圖是 呃 2019年就是 呃 我想這個東西 應該每家的資料都會有一些差異啦 那基本上都是 呃 呃 有各個的所謂的資料庫單位 或是marketing單位 他們有去統計就是 欸整個遊戲市場 呃 包括PC 手機 甚至包括tablegame 桌遊 他們去做一個市場的調查 跟一些數據 那 先賽這個東西是主要跟大家分享 其實很多人看遊戲市場 其實第一個印象是 哦 它有那麼多的東西 所以我一開始出來做遊戲 比如說我就是要做一款怎麼樣的遊戲 我要吃下這整個市場 然後 欸我就可以好好的活著了 那 對我來說 這可能是我們在碰到獨立開發 或是我自己開始跳在開發的時候 也碰到一個盲點就是 呃 我的心得是就是 不要想著一發入魂這件事情 對 就是 當然你如果能第一款作品就中 那或是你的 第一次投入的資源 你就能讓你成功的活下來 然後成功的賺錢 然後成功的賺錢 穩定的發展 這是一件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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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也非常理想的事情 但 實際上是 呃 就我所認識的開發者 跟那些真正活到 他們穩定成長開發者來說 呃 極少數人能如此幸運 所以 如果今天我們在看待 就是整個團隊的目標設定的時候 呃 我反而會建議一個觀念是 你要想的是 第二次 第三次 甚至第四次的時候 你達到你要的目的 你要達到 在達到你的目標 那另外一個是 我會認為在看待目標設定的時候 其實 活下去這件事情是沒有意義的 有意義的是 你要活下去 而且不斷朝自己的目標前進 那什麼叫活下去沒有意義 就是 如果我今天只是一個 不斷在幫別人做遊戲 或是在接取外包委託的 案子的團隊 其實我沒有朝我的目標前進 這件事情是 我對我來說是沒意義的 那有意義的是 不管你開發怎麼樣的遊戲 或是不管你用怎麼樣的方式 維繫你的團隊的存續 你都持續往你當初設定的目標前進 這件事情才是有意義的 那 最後是 我想對 剛進入遊戲開發圈的開發者 或是 第一次成立團隊獨立開發者 一定都有些焦慮就是 我失敗了怎麼辦 我做的這些事情 會不會都是白費工夫 那我想要分享一個點就是 只要你認真且持續的在經營你的作品 包括我還有甚至你的玩家群 你就一定會有相應的回報 那這個回報可能不是金錢 對 那 舉我們自己的例子 就是 我們在7年前其實 我自己有成立一個團隊 那最後就是 解散了嘛 可是 很多東西其實是被留下來到現在 它有一些後續的效應出來的 那 比較實際的例子是 OK 因為我的 我還是持續在經營我的遊戲的IP 所以它的粉絲人數 最終人數它是被保留下來的 那 這個是比較顯性的 但另外一個比較隱性 而且比較珍貴的是 旁邊這張圖 就是因為我們最近發布了 遊戲的最新的試玩的demo 然後就有玩家非常詳盡 而且直接的 一整篇的心得 然後就貼在巴哈上 那甚至有 另外一票玩家是 他們直接私訊我們的粉專 或是私訊我們的窗口 那把他們一些心得跟想法回饋給我們 那這些東西其實都是因為我們過去的失敗 但是有累積的一些粉絲 然後累積一些玩家 然後我們不斷的有在跟他們做互動 所以才導致當我有一些新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這些反饋是 是慢慢才發酵出來的 那我想 嗯 不同的團隊一定都會有各種的歷史能去佐證這件事情 所以想要跟大家講的是 如果你現在在開發遊戲或是你可能搞砸了你現在第一款作品 其實不要回心 只要你的方向是正確的 你的失敗也是累積你往成功的道路的一個資源 那講完市場 就是也稍微潛聊一下 就是遊戲立項這件事情 就是你到底要怎麼決定你要開發怎麼樣的遊戲 那我這邊想說的是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說 我一定要做什麼什麼遊戲 然後我才會有市場 我才會有收入 我才有income 但我想說的是 其實再小的市場都足夠餵飽你 就是畢竟獨立開發團隊 你再多再多應該也不可能破30個人 甚至到50個人 所以你的負擔其實是相對可控的 那如果你是個人開發者 或者是更小規模的團隊 其實你只要把你自己有辦法做的 那一塊市場做好 其實另一部分的玩家都在 那舉例來說就是 圈內有一個大佬 他專門在做格鬥遊戲 那其實格鬥遊戲在台灣 甚至包括現在整個世界上來說 都是一個相對小眾跟核心的市場 可是他們還是一步一步的 就是建立起他們的玩家群 然後慢慢的讓他們自己的公司上軌道 然後往他們要做的真正非常酷 他們心目中的格鬥遊戲去做 那另外兩點是 就是會建議就是 如果你要做你的遊戲的時候 做你能做的遊戲 跟你能驗證的遊戲 那能做的遊戲 這個還蠻簡單可以理解 就是我做得到 比如說可能是我的技術 我的資源 或我的時間 那什麼叫能驗證的遊戲呢 就是你必須要有辦法確定你做出來的遊戲 使玩家會覺得好玩的遊戲 你要有辦法去驗證這一點 那會提這個觀點的是 就是可能 其實我舉我們之前的例子 在過去的時候 我們就是上面那款作品 是我們團隊的第一款作品 那是一款卡牌對戰遊戲 所以其實以市場定外來說 它沒有問題喔 因為早在盧斯戰地之前 我們就覺得 電子卡牌這件事情是有市場的 那我自己又是一個重度的 魔法風雨會 這樣的TCG卡牌的玩家 對 所以在市場定位上其實 這一次我們做遊戲 過去我們做的遊戲 其實都到位 可是我們過去做的時候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做出 我們要做的遊戲 因為第一個 卡牌遊戲它其實是一個非常重數值 非常重遊戲機制的遊戲 那我自己又不是一個 很厲害的數值企劃 加上我們當時的程式團隊 又不是in-house的團隊 所以這個就是第一個模樣 就是你可能有個目標 想完成的遊戲 可是你有沒有辦法完成它 這會是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東西是驗證 那這個就是一個比較恐怖的狀況 就是你的遊戲 特別像是卡牌遊戲 這樣子的對戰類型遊戲 如果只有團隊內部的人去做驗證 它其實是會有一些誤區 或是一些遺漏掉的地方 那你又沒有外部的團隊幫你測試的時候 其實你直接去面對市場 這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這一次做的就是 我今天要做一個戰棋遊戲 所以我找來的企劃 是本身有做過戰棋的企劃 我找來的程式 本身是有做過戰棋的程式 那同時也找來一個 原本就有在做比較大規模的 PC Game發行的發行商的測試團隊 去幫我們做測試 讓我有辦法去確保驗證這一塊 那這也是我 經歷了過去的一些東西之後 我在看我自己新的案子的時候 在遊戲立項之前 我就有點思考到的東西 那這也是提供大家一個參考 那總結來說就是 如果你是一個 就是剛踏入這個圈子的獨立團隊 或者是你現在對你自己的 遊戲開發感到迷惘的團隊或個人 那我們要怎麼去看待市場 跟目標定位這件事情 我的決定是 你先找出你自己的目標跟定位 然後多給幾次機會 就是不要想成就是 我一發就要中 可能兩次三次四次去調配你的資源 然後持續開發你能做 而且能驗證的遊戲 你會更容易成功 那我這邊舉的三個例子是 我看到就是目前台灣獨立遊戲開發圈 三個我覺得他們 他們其實過去的每一款作品 都有機會中 但是中不中 紅不紅 能不能成為爆款或是大賣這件事情 其實很吃運氣 然後很吃時機 所以他們每一款作品都有機會中 可是他們都沒有爆紅 可是他們都持續的 穩定的開發新的作品 然後朝他們要的目標前進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去Google一下 這三款遊戲的開發團隊 跟他們開發的軌跡 那或許對大家會有些幫助 OK 那簡單的帶過了就是 市場定位跟遊戲立向的部分之後 那會進入到我這次主要想分享的重點 就是我們怎麼去做停損跟資源控管這件事情 對 那在講停損之前就是有幾個 這是我自己整理出來的幾個觀念是 我在看停損這件事情的時候我怎麼看 就是一個是 通常在講停損可能 可能有些人就會想說 你要我停損是不是 你要我把遊戲整個砍掉 比如說這個遊戲不行了 或是我手上的作品不行了 就是直接放棄了 但其實不是 就是停損的概念我會認為是 他的目的不是要你放棄 而是要你將有心的資源花在島口上 那另外一個點是 就是當我們在看待停損這件事情的時候 不要去看單一專案 因為有些時候看單一專案 其實你會很痛苦 因為畢竟我們投入了那麼多的時間 那麼多的心血 那你說斷就斷這件事情 其實是個 其實對每個對自己的遊戲 有愛的開發者來說 是件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你把它拉到團隊的目標 就是如果我的團隊可以做五款遊戲 那我在做第一款遊戲的時候 我在某個停損這件事情停止掉的時候 它其實帶給我的不是說我放棄這個東西 而是我多做我做第五款遊戲的機會 它能更增加你達到你的目標的可能性 那再來是因為停損這件事情 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所以請你在看你的案子的時候 你就先設定你的停損標準跟檢查點 這會比較容易讓你去做決定 那舉個遊戲的例子 大家如果有在玩遊戲都會 比如說我們玩MLRPG 或是我們要打王的遊戲的時候 就是通常發言的情況是 王的血量剩50%了 我要不要開大招 或是王的血量剩30%了 我要不要開大招 還是我撤退轉進 那這跟停損的觀念很像 就是你先設定清楚你的檢查點 跟你的檢查標準 它會更容易讓你做出相對正確的決定 那當然就是你可以保持殘廳但不能沒有規劃 那最後就是就是你當斷就要斷 因為真的猶豫就會敗北 因為你一個猶豫 你可能就是一個月兩個月 甚至三個月的資源就白費下去了 那這是我們 我自己目前這個案子 當初設立的幾個停損點的規劃 那細節我沒有拉出來 我只有拉比較大的部分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我每一個顏色bar 它都是一個關鍵的停損檢查點 那有劍頭回去的地方 就是它是一個小的檢查點 就是當這個檢查點不過的時候 我就會回去去重新retrack 相關的東西 才會往下一個階段去推進 所以比如說 像綠色的停損檢查點 就會是一個比較小的檢查點 其實你內部可以控制的 那黃色的檢查點 是對我來說 它是一個比較大的停損檢查點 就是這個點不過 它可能不只是倒退回去 而可能是整個案子 它都會被禍中止或是放棄 那我們在設計停損點的時候 一定會有碰到一個問題 它是已經不可逆的點 比如說好我們這次走了一個 群眾募資的市場測試的方案 那募資的東西你畢竟已經出去了 你就答應玩家要做 你就必須做 所以它對我來說 就會一個很大的檢查點就是 它一旦過了 其實我比較沒有回頭路 所以我會更省慎的去處理它 那最後最後那個紫色的檢查點 就是你上市之前 那為什麼會特別標這個東西 是大家如果有在關心遊戲的動態 你會發現很多大企業會有這種情況 是某某遊戲研發了三年 然後突然跟你講說 我cancel了我不做了 我說某某遊戲預計 比如說可能兩個月後 三個月後發行 然後發行前一個月 突然跟你講說沒有我們要發了 那這個其實也是一個停損的概念 因為他們發現如果我真的發行出去了 我後面花費的資源 其實遠遠沒辦法讓我的產品 它有一個健康的獲利的一個循環 所以他們寧可在這麼痛的時間點去做停損 也不要損害未來團隊或公司的發展方向 那這個也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點 那講完停損我們來講資源控管這件事情 那資源控管的目的 其實就是在有限的時間和資源下達成你的目標 它可能是比較簡單清楚的是完成這個遊戲 那甚至比較長遠一點的是 完成這個遊戲 並且好好的把它推廣出去賣給玩家 或者做一個中長期的營運 那在這件事情上其實 其實業界都會講說70-30法則 就是70%的開發時間跟30%的優化時間 但我自己的經驗告訴我 其實可以畫50-50 就是通常獨立遊戲開發團隊 或者是你對你的作品 比較有一些想法的團隊 你到最後一定會發現 其實你的開發時間是遠遠不夠的 所以50-50這樣的做法 其實比較有辦法去平衡你自己的開發跟你的優化 那一個概念是先求有再求好 就是因為我們要避免浪費 我們要有效做停速 我們要有效做資源的控管 所以舉個例子 下面這張圖 是我們最早期的Prototype的畫面 裡面的東西 除了一隻角色是in-house 我們自己產出以外 全部都是免費素材 因為我們要快速的去評估一些東西 所以這就是我說的 先求有再求好 那再來就是你要分清楚 什麼叫必要跟想要 就是必要的東西叫做 喔我一定要做出這個東西 我的遊戲才完整 比如說好 我今天做一款解謎遊戲 我的謎題的設計是必要的 我的玩家解謎的run down 跟體驗是必要的 可是聲光效果是不是必要的 這就是另外一個可以考慮的點 然後或者說比如說像我這樣做一個戰棋遊戲 我的平衡設計是要的 角色跟戰鬥機器是要的 可是很酷很帥的角色大絕招畫面 它是不是必要的 這就是一個可以討論的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就變成 它有很好 可是沒有你的遊戲還是完整的 那最後就是要小心就是沉默成本的陷阱 就是也回到停損的觀點 就是不要去想說 我今天都投入那麼多的資源跟時間 我現在放棄好像有點可惜 你應該想的是 如果你拉到整個團隊的目標 跟整個大的大方向去看的話 這樣子的資源控管是不是有必要的 那如果是有 你就要down斷的時候就把它斷掉 那快速分享兩個我們目前在使用的工具 一個是願望清單 那這主要是針對必要跟想要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是對戰棋這個東西 或對我們自己開發的東西 有蠻多想法的團隊 所以大家都會洋洋煞列一些 我們覺得很酷 然後很想做的東西 那通常都是很花錢 要不然花了很花時間 那我們就會把它列出在願望清單上 那這個東西就是 當我的遊戲開發到最後期的時候 如果我有時間 那我就可以把它投入進去做優化 那我如果沒有時間 那可能就是等遊戲的第一個完成版本上了之後 我們持續再去改進的 那另外一個是跟團隊管理比較有關係的東西 是我們是跑Squam加看板的一個 複合式的管理方式 那這個就是提供一個參考 就是所有的管理方式工具 其實都是看每個團隊的特性去使用 而且甚至你的不同開發期程 你也會可能會用不同的管理方式 對所以簡單的總結就是 就是對我來說停損和控管它都是手段 它不是目的 那沒有最好的方法 只有最適合你的方式 就跟你遊戲中你選職業一樣 就是我今天我玩法師我會玩得很厲害 那你就用法師的方法去通關這款遊戲 今天你就是一個喜歡走戰士流的玩家 這也沒有什麼不好 因為你終究你的目的都是 為了在有限的時間跟資源內完成你的作品 OK 那再來會進到最後一個怕是 就是關於團隊管理跟自我定位的部分 那這部分的話就是我會比較站在一個 團隊的主導者跟管理者的位置去分享 那第一個是 我相信蠻多的獨立遊戲團隊 要嘛就是自己可能原本是 大公司裡面的幾個朋友 或是很要好的開發者 一直跳出來做 或者可能是 就我所知有蠻多的團隊是 可能學生時代 就是在一起共識的 也可能從專題專案 到最後變成出社會之後 組成一個團隊 那有一個概念是要帶給大家 就是其實我們應該把團隊 視為一個不斷變動的有機體 那這邊的變動不只是講說 你的成員會變動 可能包括你團隊成員的心態 跟看待開發遊戲這件事情 它都會不斷變動 所以作為一個管理者跟主導者來說 就是你的心臟要強一點 然後你的態度要開放一點 就是團隊的磨合跟來來去去 跟工作模式跟默契共識的轉換 這件事情是非常正常的 對就是如果大家就想 那種歷史上很有名的知名的樂團 或是各種各樣的團體 其實都會分分合來來去去 對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也是基於其實獨立開發圈 大部分的人都是對 那個遊戲很有熱情 或是原本都是比較平輩 或是同輩的人出來組團的 那我覺得 公規公跟私規私的團隊共識 我覺得是必須要先養成的 就是因為畢竟已經變成一個公司 已經變成一個 要做商業開發的團隊了 那很多事情的決策跟規矩 就必須要站在公司的立場 或是比較客觀的立場去處理這件事情 那這個是要去 是要大家先有公司的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你要認清你想做 能做和該做的事情 那這個我下一部分會先講 我先快速帶過 那第四個就是 你永遠要留思考時間給自己 特別是如果你是整個團隊的主導者 或是要決定公司 決策方向的人 因為包括停順檢檢設立 包括目標的調整 包括市場的變化 這些其實都是你要花時間去處理的 那再來就是 因為我認識的蠻多離開發者都是那種 我要把事情做好 不行這件事情不能在我這邊搞砸的人 所以有些時候大家都會太賣頭骨幹了 就是你要記住一件事情是 如果你已經是一個團隊了 你就不是一個人了 所以當然可以蠻幹 因為我相信很多情況下 我們是必須花時間去自己把它做出來的 可是在你蠻幹前 你先去求援吧 因為這樣子你的整個團隊才知道 他該如何幫助你 那你們才知道 該怎麼樣讓整個事情 或是讓整個遊戲開發的方向是更順暢的 那第六點可能 也是我覺得最重要一點 是永遠對自己誠實 也對自己的遊戲作品誠實 對 什麼叫永遠對自己誠實 就是 我覺得遊戲開發是一個很特殊的產業 就是 我相信每一位熱愛遊戲投入 遊戲開發的人 都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這遊戲到底他媽的好不好玩 就算你自己開發的遊戲 對 那當然我們有時候都會欺騙自己 我覺得這好像OK 這個我熬了三個月的東西 應該可以 但是這個時候我覺得 你就不去跟你講說 OK bro 不要再騙自己了 他是個糞便 你這東西做不好 你他媽這東西不好玩 就是不好玩 就是在給玩家之前 其實我們都很清楚的知道 什麼東西是好玩 什麼東西是不好玩的 那就麻煩誠實一點面對自己 就是他如果他媽是個糞便 他有需要改的地方 他如果不好玩 我們就去改正他 那關於自我定位這件事情 其實我會舉我自己做一個例子 那也是去闡述我剛剛說 想做能做跟該做的事情 什麼叫做想做的事情 就是 我們在開發的時候 一定有很多東西是 你特別想做 不只是企劃 比如說我今天是個美書 我很喜歡畫2D 我很喜歡畫康西亞特 我很喜歡畫立繪角色 這是我想做的事情 那以企劃來說 比如說我很想做遊戲編劇 我很想寫劇本 這是我想做的事情 那什麼叫做能做的事情 就是OK我們還是有每個人的經驗的差距 工作熟練度的差距 跟能力的差距 所以我能做的事情 可能不是我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能做的事情是什麼 宣傳社群 然後公司吉祥物打雜 對 那再更深一層是 什麼是你該做的事情 就是在你那個位置 該做的事情是什麼 比如說OK今天團隊 假設團隊就只有一個美書 那同時又有UI 又有角色例會 又有icon要處理 那你該做的事情就不是說 我要把角色全部畫完 或我要畫全部的角色 而是你應該去思考說 我如何在這個團隊做 該做的事情 達成我們最終的目標 那以我來說 站在一個管理者 跟主導者的立場 我該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該做的事情是 找資源 確立團隊方向 研究市場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你想做能做 跟該做的事情 它是會有一個很巨大的落差的 那如何去調配這個落差 如何讓你自己 在做該做的事情之餘 還有辦法去做你想做 跟能做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是 作為團隊每個選人 該去思考 那作為團隊的主導者 更該去思考的事情 那這邊也分享一個件事 右邊這兩款作品 其實也是我們過去的作品 那以我來說 其實我去看我們團隊 過去的作品 它都有成功的機會 但因為我沒有做到 我自己該做的事情 所以碩士的這個機會 所以這邊就是也希望 也分享一下 作為一個團隊的主導者 跟管理者 其實我們應該放更多的時間 在我們能發揮最大價值的地方 OK 那最後結語這邊就是 聊聊就是我對 遊戲開發這件事情的想法 就是 我們有時候在卡在先盲點就是 我一定要自己開發遊戲才行 就是 我就一定要把這東西做出來 然後我就一定要自己跳下去做 但很多時候並不是這樣 就是 每個人的天分跟才能不一樣 就是 可能你是個非常厲害的業務 或是你是個非常厲害的生意人 你為什麼不先去其他的圈子 把錢賺飽了之後 找團隊來幫你開發遊戲 這其實也是一個開發遊戲的方式 或者我認識的很多優秀的開發者是 我有一份正職工作 我利用周日的時間 先下的時間 去開發我心目中的遊戲 這也是一種方法 所以其實 這邊要講的是 其實我們不用太拘泥說 我一定要全職開發遊戲這件事情 因為對我來說 遊戲開發是一件 漫長而且久遠的事情 那第二個就是 這也是跟我自己講 雖然我現在講這句話 沒什麼說服力 就是畢竟現在一天只睡三個小時 就是 你真的累了就休息 輸了就轉進 要記住一件事 就是你活著 你才能達到最後的勝利 那最後最後就是 遊戲開發就跟所有的創作一樣 特別它還是一個非常高成本的創作 還是個商業創作 所以你會不斷的失敗 不斷的失敗 然後歷經好幾次的失敗 但是你只要想這件事就好了 你只要最後贏了就好了 所以你不管失敗幾次 只要你還有資源 只要你還有轉進的空間 只要你還活著 你永遠都能去贏了最後一次 那你只要贏了一次 我相信你就知道該怎麼贏下一次 再來這也是 這其實也是我不斷在 我不同的開發時期會問我自己 就是 所以在聽了這麼多東西之後 你還想要做遊戲嗎 你還想要開發遊戲嗎 那如果你的回答是 yes 我還想這樣做的話 那我想把這句話送給大家 也送給我自己 那這是一句非常古老的拉丁諺語 那他一直說 就是 這是一個通往繁星的監困旅程 對 就是我認為做遊戲是這個樣子 它的困難程度 不是我們一般人 或不是其他人 其他才能可以想像的 它就是一個通往繁星的監困旅程 那只要你能堅持下去 只要你能確定你的目標 我相信我們可以一起征服這星塵大海 那 我今天分享到這邊 那也謝謝大家 那 最後讓我攻上一下 對 就是 應該是你們看的是左邊 就是有一個QR Code 是我們遊戲的粉專 所以如果你對戰棋 美式RPG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來看一看 那另外一邊是我自己的個人站台 就是我會寫一些跟遊戲 娛樂文化有關的東西 那不一定是電子遊戲 也可能包括桌遊 對 那還剩下最後一點點時間 有沒有朋友要問的問題 然後我可以回答一下的 沒有 好 那就也很感謝這一次有機會 能跟大家來分享 就是我的經驗跟一些心得 那也再次謝謝大家 那就希望我們遊戲退出的時候 大家也能一起來玩 謝謝 謝謝 我ّρά